大家好,我是老罗 我最近买了一台新的木工神器 昨天,也就是2021年的7月23号才刚刚寄到 我憋到今天才开箱 那这话是真的 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 真的是让我非常激动的一天 我们现在就开始开箱 别抖,别抖,别抖 不要激动 这个包装也很讲究 哎呀,这东西还挺沉 这个盒子 做工真的不错 Shaper Origin和Fast2是同一家母公司 所以盒子用的是Fast2 Sustainer的设计 盒子里包含了一个集成罩 一根集成管子 然后就是今天的主题 Shaper Origin 首题是竖控木工雕刻机 盒子里的其他东西呢 有一个说明书 一个装零件的袋子 两卷胶带 一个扳手 三个洗刀头 一个USB移动存储 一个六龙扳子 和一个不能够实用的干燥剂 Shaper Origin的屏幕是触摸屏幕 总体工具非常有质感 为了避免预输过程中的晃动 对工具有影响 这里有两个红色的塑料片需要拿掉 那么这个工具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就是世界上第一台大量生产的手持 竖控木工雕刻机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竖控雕刻机是一个什么东西 竖控雕刻呢 是运用数字信息来控制刀具位置的雕刻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平面的图形都可以运用平面直角坐标系 也就是X和Y轴来画出来 正因为如此呢 几乎所有的竖控雕刻机都是一个四边形的设计 这个四边形的设计呢 就可以让这个雕刻机运用X和Y的一组数字 来控制刀具的具体方位和走向 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要在木板上切出一个形状 手动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Jigsaw或者是Bandsaw 但是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手来控制这个工具或者材料的走向 所以一定会有不可避免的误差 竖控雕刻机呢 就是运用电脑来控制刀具的位置 虽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零误差 但是出现误差的可能性要比人的手小很多 所以只要把图纸在电脑上画好 然后竖控雕刻机呢 就可以根据这个图纸来对材料进行精准的切割或者加工了 竖控雕刻机的好处呢 就是加工质量稳定 误差小 而且重复加工的精准度非常高 所以竖控雕刻机呢 非常适用于要做批量或者大量生产的专业工厂 但是这种机器呢 有一个短板那就是你所能够加工的材料的大小 取决于你机器的大小 拿我这个激光雕刻机来说 这个框框的尺寸呢 是40x40厘米 也就是说呢 它能够加工的最大面积 是等于或者小于40x40厘米 好了 做了这么多铺垫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这台Shaper Origin到底比传统意义上的竖控雕刻机有什么好处 刚才我提到了传统的竖控雕刻机的一个短板 就是机器的大小限制了你所能够加工的材料的大小 Shaper Origin呢 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它不受限于任何边界 不管你是几厘米的小形状 或者好几米的巨型切割 Shaper Origin都可以做到 再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工具非常小 非常轻便 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CNC又大又沉 再有呢 Shaper Origin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既可以在机器上进行图形设计 也可以在电脑上设计好图形 然后呢 把它传送到这个Shaper Origin里边 Shaper Origin呢 还可以从官网上直接下载网友们分享的 设计图纸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了 那么Shaper Origin是怎样做到这种半自动的CNC加工模式呢 刚才开箱的时候呢 和大家看过这个Shaper Origin呢 带了两卷这个胶带 这个胶带呢 上面有这些白点点 然后它的作用呢 就是你要把这个胶带放在你的这个木工台上 然后这个Shaper Origin呢 就可以找到这个木工台上相对应的方位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 因为我木工台上没有这个胶带 所以这个Shaper Origin呢 就跟我说 我找不到这个胶带 感谢观看 大家刚才可以看到 我并不是很小心的把这些胶带贴上去 并且呢 这些胶带也不是完美的平行 这是Shaper Origin的另一个厉害之处 就是这些胶带可以这样弯着贴啊 或者你可以这样斜着贴都无所谓 只要有胶带 这个Shaper Origin就可以知道它所在的方位了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刚刚把这个机器打开 我猜呢 是应该有一些设置要做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好了 首先呢 我们选择语言 选择国家 然后呢 我们要联网 然后要登录你的账号 刚刚Shaper Origin跟我说有一个固件升级 好了 固件升级成功了 好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Shaper Origin前面有两个灯 这个灯呢 非常的亮 可以照亮它前面的这个区域 然后这个Shaper Origin呢 只有一个摄像头 就是在这个两个灯的中间 在这个地方 然后前面呢 这儿还有一个小抽屉 可以用来把这里边的这个土啊 什么的都给清掉 做工是非常的精细了 好了 我现在已经呢 把这个胶带贴上了 我们现在看看Shaper Origin能不能找到这个区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Shaper Origin检测到的条纹会变成蓝色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区域扫描到这个Shaper Origin里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只要这些胶带的位置不变 Shaper Origin都会认出 这个是我以前看见过的工作台面 好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简单的设计 好 然后这个设计好了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调节它的大小 比如说我想要非常大 比如说我要五寸 这个有点太大了 四分之三寸吧 点七五半 然后可以就把它这样拉近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吧 然后现在呢 这个Shaper Origin 这个就是你的大致区域 从这个蓝点开始 你就这么着把它走过去 然后Shaper Origin会进行这个V条 然后就把这个字给刻出来 然后在左边呢 这些我还可以调节它的这个刻度有多深 比如说现在呢 是零点零五寸 然后呢 我还可以抠出一个字来 或者在中间刻一个字 既然是字呢 我就先把它刻一个就好了 然后现在呢 让我把一个洗刀的刀头给夹上 换洗刀呢 也非常方便 这儿有一个按钮 你可以就把这个转轮给锁住 在进行这个雕刻或者切割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让Shaper Origin知道 你的这个刀头和你的材料的距离是有多少 所以这儿有一个呢 叫做Z-Touch的这个功能 你点一下它呢 这个刀头呢 就会自动的往下降 然后当Shaper Origin感受到这个材料的时候呢 它就会知道啊 这个就是我的距离了 所以我点一下这个Z-Touch 然后它提醒你一下 你的手不要在这个工具底下 好 现在它就知道这个上下的距离是多少了 就会用那个水分的材料 我怎么办 看看这个快速关系 但是这点不应该是什么 所以我们嘗嘗吧 叫做Z-Touch 来 咱们 攪拌迫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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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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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